货币市场空前溃败 被称为稳定币的UST 无预警崩盘 币圈板的金融海啸 在全球掀起腥风血雨 因为炒币请家荡产 这只是南韩冰险一角 南韩科技金桶 全道亨发明名为Terra的生态系 透过两款加密货币 一种是绑定美元的UST 另一种是作为担保品的姐妹币Luna 好充能和美元1比1兑换 有套利空间又相对稳定 丁盛时市值一度冲上186亿美元 提升全球第三大稳定币 出来去年5月选峰是暴跌 国内 가상화폐 거래소의 시세 현황 전광판입니다 코인 거래 목록에서 한국산 코인 루나와테라는 찾아볼 수 없습니다 99% 폭락 사태로 휴지 조각이 돼버린 루나와테라를 거래소들이 상장 폐지하기로 했기 때문입니다 短短一周中发近500亿美元 市值400亿美元的 루나 更在两天内归零 融为虚拟数字 归旧其生态有的致命缺陷 稳定币一般有 实体价值资产担保 UST却是靠保证 和1美元等值的 루나币挂钩 当USD价格低于1美元 透过销毁 루나 获得UST 若是高于1美元 则反局 为了强大生态 设计存放款的借贷平台 最具争议 主打UST 获存利率高达 20% 吸引投资人 尽管庞事片局指控 会一直不去 仍在全球拥有 超过400万用户 当泡沫堆叠越高 最终被图影猎杀 双臂机制 共成死亡螺旋 拥有5100万人口的南韩 承载全球30%的 加密币交易量 今年交易所林立 亲戚币一度多达40种 规模约26亿美元 过半是少于 100万韩币的小投资者 又以年轻人为主力 当中不乏 期望透过加密货币 获得财富自由 得不及安全网 先付出高昂代价 也让监管凶浪 难以平息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